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KV项目 这个KV项目是用来做音效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视频配音 咱们有些视频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视频的这个场景 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 然后呢利用这个AI技术 然后自动进行一个配音 呃实际尝试了一下啊 这个项目呢非常的神奇 非常厉害 这个我们待会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这个下面呢 有一些这个例子 但是它这个例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 可能是网速问题啊 那例子都打不开 那算了这个就不看了 咱们直接看项目 呃这个项目呢 我之前做了一个整合包 但是试了一下呢 别人做的这个整合包好用 这样的话我这边呢 我们给大家推荐个别人这个整合包 反正是一样的嘛 好用就行了 那么这个包 解压 之后呢打开之后 这边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名字 这个 这是启动文件 我们找的打开 它这个界面做的很不错 然后呢这个 使用呢就特别容易了 这个选择一个视频目录 于这边呢 它这边给了一些例子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 例子这个里面自带的一些例子 在这个 这儿啊 这是它自带的四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视频呢是没有声音的 有很多的海洋生物 水里面 然后呢周围有高楼大厦 这样一个场景 然后呢这个是什么 速要 这个是 魔法师 这个施法 这些视频呢都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 利用这个AI技术呢 给它自动进行配音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实际效果怎么样 那么我们来选择这个目录 我们先来找到这个目录吧 然后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 然后把这个地址改一下 这样的话大家看 它这边选择都是文件加 视频目录 所以说这边是看不到东西的 这个是正常的 然后选中 因为这里面有四个视频 然后呢它可以一次性的处理多个视频 当然这样的话可能处理时间就比较长 这个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 那么下面的文字描述 这个我建议大家不要填 因为我实际尝试了一下 如果填入这个文字描述的话 那么确实是可以在这个视频里面多加一些你想要的声音 但是运行的时候 这个对显存的这个需求 就会大大提高 那么我这个12G的话基本上就爆了 如果你显存不是很高的话 那么这边建议大家就不要写了 然后下面这个就不用改了 我们先恢复一下默认啊 这个总的以及部署 这个大家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这个总的数其实你可以随便调 这个部署的话就不要动了 保持默认就行了 好这样啊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呢我这边 因为之前我做了这些例子 所以这边呢就不需要浪费时间了 这边我直接跳过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运行的一个情况就行了 大家看到这样的话就开始运行了 因为有四个视频 所以需要跑四段 那么它这个工具和视力下 可能还有一些小问题 如果说你这边运行完了 然后你想要再做别的视频的话 那么你最好是把这个关了 把它关掉 然后重新开一边 释放一下内存和显存 要不然的话会卡 显示这边就直接跳过了 我们直接看一下结果 我们打开它这个输出目录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打开 那么这边呢是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呢是它可以生成的声音 第二个呢是这个合并到一起的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 这四个是刚才四个视频的一个配乐结果 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这个配音非常不错 这是第三个 然后来看最后一个 这就是这四个视频的一个配音 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契合这个场景的 效果还是不错的 后面这一个呢 是我这边把它这个种子 换了几个种子 这个也给大家简单听一下 接近这一 Anne 那么你ually define 跟我在这一个好软件的 邓出目召开 jan 你的 Ansch信 这就是这几个不同种子的一个音效的一个结果 其实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差距 但其实并不是说前方地方那种差别 所以一般情况来说呢 这个种子其实也没有必要去调整 大家全部保存默认就可以了 只需要把你的这个视频文件夹地址输入到这里 直接开始就行 所以这个工具呢 使用起来确实非常的方便 效果呢确实也不错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下载下来试用一下 大家拜拜